那么现在已经来到接近15万kps这个速度了 流畅度了是没任何问题 14万左右 本期影片演示一下如何实验科学上网 那么需要科学上网的话 你必须拥有一个科学上网的软件 如果说不知道在哪里下载 本期影片下方也是有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红性加速器为例 我们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来看节点状况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见香港的 台湾的 新加坡 以及接盘日本 那么还有US美国 以及KR韩国 德国智利等等 总之我们的选择性是非常多的 那么之后我们来到套餐这里 那么在现实套餐这里 我们可以看见四个 第一个是10元 222G 然后第二个19元 它是555G 那么第三个29元是888G 那么最后一个39 1288G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选的第一个或者第二个 就足够我们进行使用了 当然如果你有更高需求 可以选择后面这两个 这边还有一个限量的 我们呢都可以根据的需要 来进行选择 那么当我们用了订阅之后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手机这边 那么回到手机这边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 安卓 iOS 以及MicroOS 我们呢这边可以根据的需要 选择 当然上面有通用的地址 像小火箭 Class V2N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边我就选择一个通用地址 那么之后我们就去到我们的V2N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V2N了 如果说你使用Class的话 也是可以的 进入V2N之后 我们这边要新建一个分组 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见 这边2到11 每一个呢都是我自己创建的分组 这边我们可以新建一个加号 在这里的别名就是我们的分组名字 比如说这里我输入一个12 然后下面的可选URL地址 就填写我们自己的接上订阅地址就可以了 之后下面的启用更新 以及其他的我们都不用管它 然后接着我们点击确定 那么这边就可以看见 分组12已经是创建成功 我们就选择分组12 然后选择订阅分组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通过更新全部订阅 或者是更新当前订阅 更新全部订阅的话 就是从2到12之间 那么下面这一个 更新当前订阅 比如说我们选择12 那么更新的就是当前这个12的分组 所以说这边就是它们两个区别 我们这边就选择更新当前订阅 不同的代理或者是通过代理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边可以看见 已经是更新订阅成功了 之后我们要检测延迟的话 也是分分简单的 比如说随便选中一条 比如说这个香港的 我们随便右键 在下面有一个测试服务器延迟 那么这样子的话 后面这个延迟就可以看见 如果说我们要多选的话 同样的随便右键 下面有一个全选 我们再次随便右键 再次测试服务器延迟 那么这边 它就会进行测试了 同时我们可以点击延迟 来进行排序 把延迟越低的排在越前面 那么或者是我们使用快捷键方式 Ctrl加A全选 Ctrl加P 来进行延迟测试 这边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我们就随便选中一条 比如说第一条香港的 我们随便活动服务器 选择下面的自动配置打开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客户上网了 后面的路由模式 我们跟军事需要选择绕过大陆 或者是全局都是可以的 当我们进入YouTube之后 我们搜索一个4K影片 我们过滤一下 选择自贡献 这边随便找个影片来播放 我们随便右键 打开详细通信息 目前在7万多KPS 我们切换到一个4K 2600P4K的画质 我们拖动一下 目前呢 一直稳定在8万KPS以上 这个速度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非常非常稳定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 接近15万KPS这个速度了 流畅度呢 是没任何问题 14万左右 基本上呢 我们拖动在哪里 它就播放在哪里 我们呢 是感觉不到任何卡顿的 我们播放4K影片 8K影片 都是毫无压力的 接着我们再来换个地方 比如说 接碰的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打开详细通信息 我们调到4K 最高画质 目前呢 在10万KPS 流畅度呢 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拖动一下 是没有任何卡顿 目前呢 已经来了12万KPS了 是完全没有任何卡顿的 现在呢 已经来到 14万KPS 流畅度 是没任何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奈飞 那么进入奈飞的话 也是没任何问题 如果说 你想观看奈飞的独特影片 可以看到运行下方 奈飞小铺 那么之后 我们来打拆GP来看一下 我们发送一个问题 我们说给你好 我们使用拆GP 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边呢 我就不一个一个测试了 总之它选择性 是非常多的 而且输入了 轻松稳定在十几万以上 所以说流畅度 是没任何问题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分享这边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所帮助的话 那么记得点关注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